大家好,我是東橋的鮑勃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香根的兩天一夜遊 我們這次兩天一夜遊會介紹幾個香根知名的必訪景點 我們建議踩自駕遊的方式比較容易連接景點 但由於香根的交通還算發達 就算搭車去也是很方便喔 到香根之前先來超級好逛的玉電廠Outlet怒滿一波 這裡是日本規模最大的Outlet之一 而且2020年4月中還會增加80幾個新店鋪 喬喬維恩買的Banana Republic西裝外套多滿意 我們這趟旅程開車來的另外一個附加好處 就是可以把戰利品直接放在後車廂 雖然好逛但還是留點時間玩香根吧 我們從玉電廠開車40分鐘即可到 好香根湯本站 首先來覓食一下吧 我們推薦加在Tabello Group評價還不賴的湯豆腐料理 湯葉丼直擊 它的腐皮還是非常的綿密 然後雖然知道它沒有加牛奶 但可以吃出一種淡淡的牛奶味 好吃 試吃一下這個湯葉丼吧 它這個湯葉丼啊 你第一個可以吃到的就是它那個手工做的那種傳統的豆製品 會有一個淡淡的那種炭的香味 然後再來呢 它這個裡面的湯啊 你可以喝得到那個香菇的鮮味 然後還有那個豆的甜味 吃完中餐體力恢復之後 來逛逛香根湯門周遭的商店街 雖然今天天氣不是很好 但也許也是這樣旅客並不是很多 給悠閒的逛逛 路上除了紀念品以外 也有販賣很多小吃 天氣燒熱的話 我們推薦咖啡雙麒麟 Cafe Andante 帶有一點咖啡的苦味跟烘焙感 真的太好吃了 另外甜點百名店 Chimoto的河果子也不錯 咦?居然看到疑似阿婆鐵蛋的東西 沒想到 但香根也可以吃到這麼台灣味的鐵蛋 好吃阿 逛完香根湯本 我們接下來去飯店check in 香根的溫泉飯店非常多 我相信大家依照自己的預算 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飯店 東喬這次選的飯店是南楓莊 通常住溫泉飯店都會包晚餐下來吃懷石料理 但鮑勃跟偉恩因為預算的關係 選擇到飯店內的餐廳吃拉麵 原本沒有太大的期待 但吃了一口之後發現驚為天人 嗯 好吃耶 真的好吃 吃完飯最後時間也不早了 趕快去泡溫泉早早睡覺吧 第二天的天氣比第一天好得許多 真是運氣超好 酥酥吃飯店的buffet早餐之後 騎乘前往下一個景點 雕刻資森美術館距離香根湯本開車大約20分鐘左右 拍這部片之前 鮑勃對雕刻資森美術館並沒有太大的興趣 但實際上去過才發現這個美術館非常值得一逛 雕刻資森美術館是1969年開館 然後是日本的第一個戶外美術館 這邊大概有120件雕塑大師的作品之外 還有以碧卡索館為首五個室內的美術館喔 從雕刻資森美術館再開車15分鐘左右即刻到大勇谷 這裡是遠眺富士山的絕佳景點 我們拍攝影片的時候 由於火山爆發的原因導致有一部分不能進入 但目前管制已經解除 大家可以盡情地探索 我們也推薦參觀一下博物館 我們現在到了航空內Gio Museum 這邊的門票是一百塊 這邊你可以看到這邊的火山的歷史 以及電話等等 這是大勇谷最熟名的黑色溫泉蛋 離開大勇谷開車大約10分鐘 我們來到風景超級優美的蘆之湖周遭 首先來吃一個浪漫的義式料理 La Terrazza 這家餐廳在日本網站也有非常高分的評價 它這是特別用咬烤的 所以可以看出來這個皮烤得非常脆 吃完中餐之後我們來晃晃蘆之湖吧 有點可惜的地方是我們拍片的時候 颱風剛走 所以湖面不太平靜導致遊湖川停駛 我們建議大家參觀香根神社 香根地區這邊因為有火山沿 然後地勢相當的險峻 所以當年吸引了許多的修行僧來參拜 也因此這邊建立了相當多的神社 另外我們也推薦在香根神社平和的鳥居 拍一張美美的照片當作紀念 說真的現場看真的很漂亮 拍完照之後可以在遊湖自然散步道走走 接近傍晚時分我們推薦大家到恩賜香根公園 進到公園大概走了十分鐘的上坡路 可以到達展望台 這裡的夕陽的美好 真正的親身體驗才知道 香根真的是來東京旅遊必訪的一個地方 這裡好山好水東西又好吃 然後又可以體驗泡湯的文化 離東京不遠然後又離Outlet很近 兩天也可以玩得很充實 我們也希望這部影片可以幫到 想來香根的喬喬們喔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見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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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